太刺激了 太刺激了 爱得太痛了 我的真的心好痛 我就问他 你真正的有没有 爱过我 33岁美艳少妇 挥刀狂侃 37岁男友37刀 至极当场死亡 这是一起当年号称 全国最欺美 最虐心的美女杀人 他们是同事眼中的神仙眷侣 她是父母眼中的乖乖女 是朋友眼中的最美女友 为何偏要选择走向极端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2004年4月10日凌晨4点 地点云南省昆明市 有人报警称 自己在新营小区 一套民宅内杀了人 值班民警迅速赶到案发现场 站在门口迎接警察的女子 长得清秀漂亮 根本不像杀人狂魔 是卡的卡不起的 人呢 也比较看上去比较文静 比较瘦弱的一个 不到小时吗 还是开玩笑一样的事 然而当民警推门进屋以后 眼前血腥恐怖的一幕 把经验丰富的老民警 都吓得够呛 中国还是 白卡的 杀石几刀 左半边的脸 手上基本上全部是刀伤 我看着自然 看着最多了 他手看着就擦转 真太擦了 他叫范逸华 33岁 某地产公司职员 怎么看这个年轻漂亮 斯斯文文的女人 都不像能够制造 如此惨案的巡众 就连将范逸华 一手拉扯大的父母 以及办案民警 都对此难以置信 据小华交代 被他砍死的人叫宋建 37岁 几年前 从江苏到昆明 做生意 宋建是小华的恋人 两人在一年前 都还如胶似漆 是众人眼中羡慕的 神仙眷侣 小华的父母坦言 一年前两人 还在商量结婚事宜 不成想才一年不到 小华却残忍地 结束了男友的生命 这个看上去 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 到底经历了什么 爱得太痛了 爱到让自己 都无法释怀的那种感觉 崩溃 已经被划解了 我觉得所有的冷静理智 思想全被 那些点点滴滴 瓦解粉碎 原来 在案发半个月前的 一个深夜 凌晨三点钟 一位思念男友 小华就被在外地 出差住宾馆的男友 打去了电话 没想到电话那头 却是一个 娇滴滴的女人的声音 而且对方还自保家门 称是宋建的理由 正当小华惊诧之时 宋建一把夺过电话 慌忙解释道 他只是一个客户的女人 现在他们只是在洽谈业务 这也太假了吧 凌晨三点 孤男寡女在卧室里 还在洽谈业务 这怕是在拔萝卜吧 对于宋建的鬼话 小华是绝不可能相信 自知解释苍白的宋建 索性挂断了电话 甚至关了机 让小华再也没办法 打扰他们洽谈业务 这几个月以来 其实小华已经有所察觉 只是自己不愿相信罢了 因为宋建每次喝完酒回家 不问青红皂白 对小华就是一顿毒打 很多次小华都忍了 只当是男友生意不适发牢骚 有时候宋建还用刀割小华的咒 甚至将他从楼梯上推下去 有好多次小华因脑震荡 而住进了医院 直到现在 小华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一说话就头疼 小华将每一次羞辱都记了下来 足足三十六回 三十六回 这个书都记得那么清楚 所以三十六回 在我的这段人生里面 我觉得太可悲了 我们无法想象 小华为什么不分手 为什么还要将那点可怜的希望 寄托在那个男人身上 完不起 真的完不起 就只想我 好好的 原来小华也曾有过一次婚姻 因为前夫是个赌棍 不得以他选择了草草结束那段短暂的婚姻 因为有过失败的婚姻 小华变得非常谨慎 害怕再次遭遇失败 所以他甘愿做弱势的一方 他觉得他是年年比较大 三十来岁 三十多岁以后 怕他就会终成大师 怕他当过的 即便对他的身体百般摧残 但宋建只要生一生遇到了困难 小华都会不计代价的帮助他渡过难关 甚至厚着脸皮以自己的名义 到处低三下四的去为他借鉴 然而 小华的痴心并没有换来宋建的爱 宋建却将爱给了别的女人 在小华的心里 打我骂我都可以忍 唯独这种事 绝对忍不了 于是小华决定 拼尽全力捍卫自己的感情 然而 他怎么也没想到 事情远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 自宋建被小华抓到现行后 没几天 宋建便回到昆明的家里 小华劈头盖脸 就是一通质问 然而宋建冰冷地回答 让小华的心 瞬间就像被雷击中了一样 小华不敢相信 面前这个同吃同住 同睡了四年的男友 居然是个有父之父 原来自己跟宾馆里那个女人一样 同样是他的玩物而已 四年多的感情付出 身体付出 金钱付出 时间付出 到头来只是一个玩笑而已 知道呢 太多了 好啊自己掺材不了了 知道呢 咱下太多了 一天也个咱下 一天也个咱下 那他所有能力的 不是不会的了 吐露真相的宋建 一身轻松 他早就想跟小华分手 趁着现在的机会 分了他最高兴 而小华却无法接受现实 四年多积累的愤怒 在那一瞬间爆发出来 小华给了宋建一个响亮的耳光 宋建对这触不及防的耳光给激怒了 抽出自己的皮带 用铁扣那一段疯狂的抽打着柔弱的小华 很快 小华就因承受不了剧烈的疼痛而晕死过去 等他再次醒来 自己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口鼻挂着呼吸机 手腕打着点滴 不醒来还好 一醒来就会想起四年来经历的痛苦和折磨 真的心好痛 心脏很痛 他从来没有爱个人 爱得如此伤 爱得如此痛 躺在病床上的小华 身体上的疼痛远不及心里的痛 来得撕心裂肺 他害怕再次陷入孤独 害怕遭受旁人的冷眼和嘲笑 这个已经将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负心汉的女人 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 终于再一次服软了 他决定主动跟宋健是好 希望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并且幻想着终有一天 这个男人会抛弃弃子 选择跟他一起生活 2004年4月9日夜里 小华又一次打通了宋健的电话 然而电话那头却传来女人的嘲笑声 还有那个宋健 阴阳怪气的数落着自取其辱的小华 宋健的嘲笑和辱骂 让小华彻底陷入了绝望 一时间 这个男人四年来所有的谎言 和对自己所有的羞辱 一遍遍在脑海里闪过 此时的小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复仇 小华决定今晚必须找到宋健 将自己四年来所有的痛苦 向这个男人讨个说法 小华四处寻找宋健 然而却一无所获 最终只能放弃寻找 于凌晨三点钟回到了出租屋 没想到 此时的宋健居然就在房间里 小华冲进厨房拿起菜刀 对宋健大喊 你不是要砍死我全家吗 那好 你先砍死我 说话间 小华将菜刀递给了宋健 没想到宋健举起菜刀就向小华砍过来 出于防御的本能 小华拿手一等 菜刀就砍在了他的手上 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刺激我 可能那天晚上 不是用了我 这是最大的力量 可能宋健也没想到 夺过菜刀的小华 瞬间像发了狂一样 狂砍三十七刀过后 认你是铜皮铁骨也要携菜了 看着眼前这个血乎乎 快掉气的男人 小华只关系一个 我就问他 你真正的有没有爱过我 你为什么要欺骗我 他告诉我 他爱过 我就对他摇头 没有 如果你真正爱我 你不会这样对我 当眼前这个 他深爱着的男人厌弃的那一个 小华感觉自己终于解脱了 他知道自己也难逃法律的严惩 于是他拨打了自首的电话 范逸华最终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也就是说 两年内没有故意犯罪 两年期满以后 简为无期徒刑 如果却有重大立功表现 两年期满后 简为15年以上 20年以下有期徒刑 换句话说 最快2021年可以出狱 范逸华获刑后 充满了悔恨 最放心不下的是 年迈的父母 他希望出狱后 能够再计较的 在他的积极改造和努力下 已经成为了监狱文艺团的一员 晚安马克巴卡 晚安元宝们